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制作这一款简单又可爱的卡片 首先将5×6.5英寸的卡纸折叠好 然后在距离卡纸内侧边缘一厘米左右的地方 画出一个长方形 然后在卡纸的两条对角线的焦点处 找出卡纸的最中心的部分 做上标记 做出这样的标记 我们的花环就会在卡纸的最中央的部分 做好标记之后 以这个标记为圆周 在周围画一个大致的圆形 圆形不必很完美 大致有一个形状就可以了 下一步是找出字母J和Y的顶端部位 和底部的部位 这两个字母的高度呢 可以比花环稍微高一些 或者是跟花环的高度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上端和下端距离 内侧长方形的两边的距离是一样的 找好距离之后 用铅笔轻轻地勾出 字母J和Y的形状 这样呢 这张卡的底稿就完成了 下面就可以开始画花环了 先蘸取绿色的水彩颜料 每隔一片叶子上一次色 这样保证整个花环的颜色很均匀 大叶子中间可以穿插一些小叶子 使花环看起来比较生动 然后这一步呢 是点取中间的小浆果的部分 蘸取浓度最高的红颜色 不均匀地点缀在这个花环的各个部位 红色的小浆果画完之后呢 就把花环中心部位的铅笔印记擦底 然后下一步呢 是用这个金色的褶梨笔 把长方形的四边描出来 因为这一款褶梨笔的墨水 非常非常的足 所以在描完之后呢 要注意轻轻地把尺子抬起来 以免这个墨水污染到卡片的其他部位 刚刚的一张卡片 就是因为在这里没有注意 所以就翻了车 长方形的四个边都描好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字母J和Y的描制部分 我先借助尺子描绘了字母J的主干部分 描到末尾的时候 把尺子拿开 然后把字母J的弯曲的部分给画好 然后小心地把字母J给画好 最重要的就是字母J的两个书叉要对等 最后把卡片上所有有可能有铅笔印记的地方 小心地擦掉 当然要等所有的这些金色哲理笔墨水都干掉的时候 再做这一步 这样我们的卡片就做好了 简洁大气又很可爱 快来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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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